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而细子区长青里的里长陈建新 为了慰绕防疫第一线人员 特别回到家乡金山 送上亲手卤制的茶叶蛋200颗 到金山区公所 就是为了要给防疫第一线人员加油打气 一起努力度过疫情难关 细子区长青里长陈建新的里长 也茶叶蛋相当知名 近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里长为了慰绕防疫第一线的人员 特别送上亲手卤制的茶叶蛋来慰问 虽然是细子区的里长 不过家乡在金山 也没有因此忘记在家乡 一起对抗疫情的公所人员 特别带来200颗的茶叶蛋 要为金山公所的防疫第一线人员加油打气 我想今天准备的茶叶蛋 慰问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真的很辛苦 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意 慰绕一下而已 防疫期间里长选择不进公所 由区长来代表在公所一楼门口接受制证 200颗香气四溢的茶叶蛋 未长时间以来一直为防疫抗疫而努力的第一线人员们加油打气 不仅仅是补充体力与能量 感动这就是我们给我们防疫团队最大的鼓励和最大的动力 区长代表公所向里长致谢 并且指出从疫情进入三级警戒之后 公所卫生所以及警销等相关抗疫伙伴们没有一刻松懈 就为了对抗唯一的敌人新冠肺炎 大家都相当努力 也很感谢里长没有忘记家乡的第一线伙伴们 送来的美味茶叶蛋给予加油打气 吃下里长的爱心茶叶蛋后要继续努力 为防疫来打拼 计较平函金山采访报道